一个人的俘虏 如果是一个人的额头上面有极致的话 说明这种人的才气能够很好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目光比较长远的 有很大的智慧 能够带来很好的运势和事业的发展 所以这种女人能够有很好的贵人运势 面向中一个人的眉毛 代表着她的财运或者是运势状况 眉毛比较端正 并且眉风处也有智的话 那么这种女人的运势是很好的 能够越来越富 而且具备不俗的外貌 所以事业运势也是十分的出色 她们无论选择什么方式都能够赚钱 都能够获得不错的收入 在子女宫这个部位有智的话 一般来讲都是极致是深藏不漏的 这种志向的人认知是非常旺的 而且就算是事业上有困难 也能够度过 也是命里藏金子的 能够有很多的作为 能够很好地利用自己的财富 同时也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好的运势 脸颊处长智尤其是在右边 说明这种志向是能够很好的 这种女人适合在外地结婚成价 不适合来本地发展 所以能够在婚后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是能够有非常强的运势 在年轻的时候就有着不俗的视野 所以成绩也是比较出色 能够成为很好的人 下巴这个地方的极致是很好的志向 一般下巴被称为地库 这个地方是命里藏金的 如果是遇到了下巴有极致的人 那么碰上就是沾关的 所以这种人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中 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取得好的工作成绩 也有很好的运势 也是能够获得幸福的婚姻生活 婚姻运势很好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盈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组